你好,我是立安 今天想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美国经历的三件小事 这三件小事经常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 教我做人应该做什么样的人 第一件事发生在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刚到美国来 我们不能申请美国的信用卡 所以我们包里面都是要放一本支票本的 去商店里面买东西都用支票付的 这一天我就发现了我的支票本不见了 因为支票本永远放在包里面的 那么出门的时候看看在不在对不对 要出门就发现不在了 我就想的不对呀 昨天都用了支票本的 为什么今天就不在了 想到半天家里里面到处找 因为那个时候家里没有多少东西 找了以后也没有看到 就感到很奇怪 我就出去到我的停车场去 那个时候学生宿舍是没有车库的 那边学生宿舍是有一片的地方 都是停车场 我就走到我们家的停车 为什么看看我是不是掉到车里面了 结果一看就发现那个支票本就掉在那个地下 肯定是开车的时候 把包拿出来的时候 那个支票本从包里面划出来了 已经一天了还躺在那个地方 我相信有人看到了 因为那个停车场人来人往的 因为支票本掉到我们家的车的旁边 我就想到别人可能想到 肯定是他们家的支票本 他们到时候来开车的话 他们可以看到到这个支票本的对不对 所以那个支票本躺在那个地方 躺了一天 我看了一下里面没有少一张支票 因为支票的号码都是连到的 任何人捡到了这个支票 他可以用这个支票去拿钱的 所以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 我想真的是美国是个很安全的地方 而且我学到的一点就是什么呢 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去拿 第二件事发生在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刚刚找了一份工作 那是在一个奶酪加工厂 做这个质量管理经理 那我下面管着一个实验室 实验室里面呢有六个技术员 这技术员呢也不是讲是大学毕业的 因为奶酪厂嘛 它主要就要测那些牛奶的质量 还有成品的质量 不要求有大学毕业生 所以六个技术员里面呢有两个是美国的农民 一个叫汤姆 一个叫劳瑞 他们每年的那个代薪价呢都是留在夏天用的 夏天因为有农王季节 有一天我跟汤姆聊天 讲起这个美国这个农民的这个收入的问题 汤姆就告诉我 他讲我做农民其实赚不到多少钱的 他讲不像劳瑞 劳瑞可以赚很多的钱 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你也是做农民 他也是做农民 你赚不到钱他可以赚到钱呢 他这个悄悄的跟我说 他讲劳瑞很会赚法律的控制 打擦边球 那你为什么不会跟他一样的 也打点擦边球呢 拿到那么多钱 自己的生活会好很多对不对 他说那触犯了我的底线 如果严格的来说有点违法 所以我不想做这个事 这违背我的法律道德和我的个人底线 我这是第一次接触到有人跟我说 法律底线这个事 这件事也是对我触动的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发生在十几年前 那个时候我是做新产品开发的工作 我们有个很大的课题组 这个课题组里面有十几个人 每个星期五我们这个研发组要开立会 就是每一个人要汇报自己工作的进展 那么这一天星期五呢 我就提早到达了会议室 那么其实我不是第一个 那么里面已经还有两个人了 A先生就很自豪地说 哎呀今天星期五了 我明天就要飞了 我到拉斯维加斯去赌钱去 他这样说很兴奋 这个B先生一听到 这个A先生要去赌钱去了 马上从口袋里面 拿出自己的提包 拿了六十块钱给他 他就这样说 那个A先生就把这个钱收好了 放到口袋里面去了 过了两个星期以后又开会 A先生从拉斯维加斯回来了 这个时候A先生就从外面走进会议室 直接走到B先生的前面 从口袋里面拿了一搭钱出来 对他说 你的运气比我好多了 我自己的钱一分都没有赢 你那六十块钱赢了这么多 那一搭钱里面 我看到的是有二十块的 有十块的一搭 我估计了一下 至少有两千块钱 他就给了B先生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 我就在这里想 我不知道我能做得到这一点吧 我感到很羞愧 我觉得这件事真是考验一个人的本性 在钱的面前一个人会是怎么样 今天的真事就分享到这里 这三件事对我触动很大 所以我觉得我要把它记录下来 我要告诉我的朋友 我在美国的经历